透过美国航太总署NASA的经费 应用卫星数据来改进空气品质地图的 美国环保署项目在2009年展开 这个项目的主要目的是利用NASA的卫星数据 来开发AirNow卫星数据处理器 也就是ASDP 并利用这个产品改善对地表空气污染浓度的估算 目前悬浮为例的估算 是依据散布在各地的地面监测站的浓度 但是有很多地区没有设置侧站 由于近来卫星摇杆技术的进步 地表悬浮为例污染可以透过卫星数据来估算 卫星估计和地面监测相结合 可以给美国悬浮为例污染一个更完整、更准确的描述 ASDP利用加权算法来结合卫星估计的和地面监测的悬浮为例浓度 地面观测值和卫星估计值的相对比重 是基于数据源在每一个网格点的不确定性 在监测站附近的地区 地面监测数据的不确定性比卫星估计的较少 因此地面监测数据的比重较高 然而在离监测站较远的地区 卫星可提供较准确的信息 因此在结合数据时 卫星估计值的比重会较高 这个依据空气瓶值级别颜色所显示的悬浮为例浓度图 是只用地面监测的数据生成的 图上的黑点为地面侧站的位置 这张图显示地面监测数据的不确定性 很明显的 离侧站的位置越远 监测数据的不确定性越高 相对的 这张图显示同一时间卫星的污染估计 空白区域表示因为云层覆盖而无可用的卫星数据 因此卫星数据所能提供的价值还是有所限制的 卫星的悬浮为例浓度估计也含有不确定性 另一点要注意的是 ASDP只会在有卫星数据的地区使用来自卫星的信息 在没有卫星数据的地区 只有地面监测的数据会被使用 基于数据的相对不确定性 地图上每个网格点的加权平均值 会按照卫星估计值和地面监测值来计算 确定性越高 数据的比重会越高 如果不确定性是相同的 卫星估计值和地面监测值的比重会一样 美国的每一个网格点都会以此方法计算 在最后生成一张完整的PM2.5地图 利用卫星估计的地面污染 我们能够为没有侧站的地区 如南科达他州和蒙大拿州 补上空气品质的信息 此外我们可以限制孤立的侧站的影响范围 用卫星提供的污染数据 来填补这些侧站的周边区域 在这个项目的下一个阶段 我们将会使用一整年的数据 来测试结合数据的加权平均算法 同时我们也会评估其他方式 以找到最可靠和准确的数据融合方法 经过严格的测试和评量 ASDP将在2014年初成为AirNow业务的一部分 我们欢迎你的问题和建议 谢谢